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再看一下债券市场 债券市场利息是下降了 代表债券的价格上升 以美国来说三个月的债券在4.25 六个月4.63 一年4.50 两年4.21 五年3.76 十年3.65 三十年3.70 代表恐慌和グレディ的指数停留在38 代表大多数人是悲观的 通常当大多数人都是悲观 62%悲观 38%乐观的话 对市场反而是好的事情 市场常常就走了大多数群众思考上的相反的方向 西德州油78.71 布兰特油82.56 红金涨到1829块 小麦766块 从技术面来看 SPY 它守住3800点 往上反弹 比较近的阻力可能是在4000点 再来是4100 再来4150 Support 如果破了3800 近的是3720 再来是3600点 那么最近比较重要的几个事情 今天涨的是昨天的Findex 和那个Nike的report不错 这代表美国有些公司在经济不经济的情况下 还是保持得不错的儿力 那么另外的比较重要的消息就是 日本的央行从这个宽松政策开始紧缩 所以日元开始反弹 那么美元的指数现在已经到了103.85 人民币6.98 美元对日元跌到131.8 美元对日元最高的时候 日元曾经升到151块 像是131块 结果跌了20块 那么美元的欧元像是0.94 从消息面来看 除了日本央行的这个从宽松变成紧缩之外 另外比较重要的就是 中国对COVID-19 从清零政策传变政策到开始宽松 那么逐步放松以后 当然短时间可能会有疫情的反乱 同时也可能会有一些增加了死亡人数和医疗方面的中担 不过以经济来说 可能经过一阵混乱三个月到六个月以后 有可能中国的经济就开始逐步回复正常 按照摩根斯丹利和世界事业银行的一些重要的估计 中国明年的经济的GDP可能会有5%到5.7%的成长 相对来说 美国的经济的预测明年可能只有1到3%的成长 相对来讲 美国的和欧洲的经济的outlook是比较差的 那么第三个就是 这两天 乌克兰总统哲雷斯第一次来到美国访问 按照目前的新闻的消息来看 俄乌战争如果美国继续支持和军援的话 可能又会要持续下去 不过俄国和中国最近在军演 然后俄国也做了一些新的准备 所以战争可能又会持续 可能会加大 他跟前段时间的期望经过 冬天以后俄乌战争是不是能够有一些减缓 目前还看不出来 虽然欧洲一些国家已经有些厌战 同时也有点受不了了高能源和冬天的煎熬 不过下来有些人还是希望战争继续下去 所以到底俄乌战争是会有谈判的机会 还是要延续下去 现在不好说 因此投资人在目前应该要注意的 就是这几件重要的事情之外 就是要把握投资的原则 投资的原则长期短期其实它是不变的 但是投资的策略会随着时间 在不同的timing要用不同的策略 当利息高的时候 你就是要把钱索进高利息的地方 作为把钱借出去翻过来说 当利息低的时候 你反而是可以把钱借过来 利用低的利息去创造利润 股价也是这样 当价钱低的时候应该是买进 价钱高的时候应该是卖出 那么债券的play就是相反 当利息高的时候应该是要把钱借出去 让利息低的时候应该把钱借出来 我是肖音小龙 我的电话是739883888 谢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